说情是你先天的一部分 但问题是你这个情 你怎么去表达它 怎么去体现它 这个需要你去控制它 所以对情怎么来处理 关键是达到中和二字 第一个境界是中 第二个境界是和 当然这俩哪个更重要 我们可以讨论 它是把中排前头的 什么叫中 喜怒哀乐之未发未知中 就是你的喜怒哀乐这些情 你重点把它放在心里 喜怒哀乐是你内心的一种感受 而你轻易不要把它 带到表面上来 轻易不要把它发出来 这是第一个境界 我刚才说第二个自然段讲的是修行吗 儒家讲的修行 戒身什么恐惧 这都是修行的 那么接下来他讲的还是修行方法 怎么修行 就是喜怒哀乐这些情啊 你要把它可控 怎么控 第一步 你要注意 尽量的 让它成为你内心当中的一种感受 而不要轻易地把它随意外放 这是一种境界 就是这个情绪要内敛化 儒家这个反求诸己 实际讲的就是一个向内求 什么叫反求诸己 向内求 从修行方法上 它是内省式的 而从修行体验上 它是一种内在的感觉 我们可以称之为内眼式的 反求诸己呢 就是向内求 向内求 求你自己身上 原来就具有的那种先天本性 这样求着才把握 为啥 这东西你身上有 你去找 你才最终能找到 你能把它把握住 要是这东西你身上没有 你向外求 上别处去找这东西 求之有道德之有命义 那那个事能不能求着 就不好说了 你有你求的方法 但是能不能得到 就是看命了 求之有道德之有命义 所以儒家讲这个求 向内求 求在我者 求我身上有的东西 我们修行 修半天 修啥呢 去把你先天本性 秀出来 先天智慧秀出来 这些是你身上本来就有的 不是你身上没有 你向外面去找去 我们做一个比喻 就是 就你兜里有钱 你现在放哪兜不知道 你赶紧摸摸 看你哪个怀里有钱 你把这钱拿出来 你就 马上就能用 这才把握 我知道我身上肯定带钱了 我现在放哪儿来 就是找 这就是修行 修行叫明明德 明明德把你先天的本性表现出来 就是现在赶紧赶紧把你先天身上带 事先带那钱找出来 你说我心里清楚我没钱 我向别处求去 要饭的 那人给不给可就不知道了 所以儒家讲修行是内求 求在我者 最后修行的目的是把我先天具有的这些素质 把他充分的发挥出来 这叫明明德 所以他的修行 从方法上讲是内省式的 从自我感受上讲是内敛式的 这块大学主要体现内省 格物置之诚意正心体现内省 这块给你讲的喜怒哀乐之味发味之中 实际是内敛 情绪要内敛 要守着一定的度 不要过分 不要过分 喜怒哀乐这些七情 你都是可以表现出来的 但不要过分 第一不要轻易表现 第二不要过分 轻易表现 那叫没过分 那叫没国一举了 甚至说没道德 我们说第一个层面 内敛 喜怒哀乐这些情绪 你不要轻易表现 说心里头一有喜 我就啊就笑出来 我心里一有哀 不管啥打开就哭了 那让人别人怎么看你 是不是 这别人是不是 在中国人眼里有点怪异 或是我们说不成熟 都美话说有点飙子吧 是不是 你说你在大庭广众之下 接个电话 人家跟你说点不好的事情 你就开始啊 痛哭 我这情绪得得到释放了 我哭完就没事 能行吗 喜怒哀乐的怒也是 现在是我正讲课 媳妇来个电话 怎么还可以回家 往我就开始跟她干 接着对电话吵半个钟头 我生气了吗 我内心怒气 我得表达出来 这个不是那么回事 人的情绪 要为你发财叫忠 这才是忠忠的忠 不要轻易表现 不是不可以表现 但你不能轻易表现 你应该知道 什么场合你不易表现 什么场合你可以适当表现 这是为人的一个基本修养 你说我今天很高兴 是不是 那我就是要笑出来 但问题是你现在参加葬礼 那你能笑出来吗 对不对 反过来你今天参加婚宴的时候 突然间悲哄从中来 我心里头想着 哎呀我当年都没照上婚纱照 我这一股时间 你就带着婚礼上开脱 所以这个是不适合的 这个你要注意情绪要内敛 不能轻易的外放 但外放的时候 还要守着一个 还要守着一个和 就是不过分 要适度 要在可控的范围内 说这个可控是什么 就是儒家强调的理 我们说儒家强调八个字 孝地忠信理 廉耻 为什么强调理 理啊 就是一个社会行为规范 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礼貌 什么叫理 每个人心中都有感称 在社交场合 你怎么做是有礼貌 怎么做是不礼貌 那么你这个喜怒哀乐 情绪的爆发表达 你要在这个理的范畴之内 或者我们再说一个通俗下 你别让人烦你 你别这个情绪表露到 让人家讨厌你的程度 你不管是喜怒哀乐 你不能表现到 让人家讨厌你的程度 比方说吧 比方说家里亲人去世了 我们心里都有这个喜怒哀乐 这哀 这种悲伤的情绪 那我抑制不住 我要做表达 你跟说通俗下留帖 这都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吧 大家也都认为正常吧 然后大家还得来劝你 安慰你吧 但你要表达过分的 那是一蹦撒糕拍天垂地 我里边的 这我们还咋劝呢 是不是 这还整掉了吗 你碰这情况 你让我们咋就 表达过分的 你亲人去世 你不也爱我们理解 但你这个表现你这个爱 你的守着礼 你得和呀 你得中解呀 有一定的反省呀 你这么表达你这个 别人恐怕就得走了吧 没人理你了吧 你在这儿嚎嚎痛哭 来先整三天 那我们全表我们就都走了 那只能你哭你的吧 而且最后这人际关系还咋出 在别人眼里你成啥 是不是 所以 对于情 第一个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应该情绪内敛 不要随时外放 心理高兴 那个是动情 那就遮蔽智慧了 而且也不符合理 那么第二个层面 我们需要注意 当你情绪 适当外放的 甚至你需要外放的时候 你要守着这个利益 你要重解 符合社会的要求 你表着今天就参加葬礼 那你就要适度地表现出一个奔严的情绪来 当然这个不是作为 从内心里头 对他们失去亲人 表示一个同情 然后你才能带出这种情绪来 你才能表现出这种情绪来 否则的话 莫险无隐 莫险无畏 你这个 这个 这个 悲伤的情绪 你是装出来的 人家家属也能感觉到的 对吧 所以儒家讲修的一个成字 你首先修的一个成字 真诚公伟 那么你 你这就涉及到礼 我们去参加葬礼的时候 按照礼 礼的要求 按照礼貌 按照社交礼 你参加葬礼的时候 就应该表现出这么一个 一个哀痛的情绪 你这个情绪 你不要去演戏 去装 你要真诚的表现出 这也就是 谨慎 这样你才能把人际关系处理好 所以他现在谈到第三个自然段 他开始从 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入手的 一开始天命之为性 你看着就要挺空 是吧 老天给予你的才叫性 那啥是老天给我的 现在开始就越讲越细了 什么是老天命 喜怒哀乐这些情绪 就是老天给你的人的本性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了 率性之为道 那么你处理问题 和人交往的时候 你要率性 就是遵循你先天本性 也就是说 你要考虑这个情子 要考虑这个情子 人情不人情 我们说人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